我們在帶元成功的時候 因為每個人其實都有一個先天的天賦 那你到底是用哪個天賦進我們的元成功 其實元成功它很妙是內觀能力是可以被訓練的 很多人都很好奇說 我又沒有打錯過經驗 我怎麼知道我能不能夠被訓練 其實它是很簡單的 我來跟大家決定一下 我通常都會這樣子比 就是眼、耳、鼻、蛇、身、翼 那總共有六覺 那視覺力其實就是我們的眼睛看得到的東西 進到裡面有些人他可能會看得到 然後那個畫面剛開始的時候可能會能量不穩定 所以會這樣閃一閃閃一閃 可是呢當你越來越穩定的時候 它會比較像動畫的方式呈現 也就是你可以這樣3D環繞都沒有什麼問題 這是視覺力 視覺力很強的人 有些人我們會說他有臨時功能 那個可能也是也是慢慢訓練上來的 再來是聽覺力 那聽覺力的人是進到裡面 他可能會聽到說老天在跟他說話 或是你可以進到那個環境裡面 你可以聽到小鳥叫啦 或者是有音樂啦 或者是公公公佛管家跟他說話 這些都是聽覺力的開發 然後再來是舌身意的部分 舌頭 我們的舌頭吃東西的時候會有味覺 那吃東西是說有時候老天爺他可能會聯名你身體 可能病痛很辛苦 他可能給你藥丸子 然後或者是什麼湊油丸啊 不管 反正就是給你吃藥 你吃進去的時候有感覺 或戀丹 然後或者是什麼潘桃啦 刺酒啦 你在吃的過程裡面都有感覺 然後再來 身體的觸覺 我們會都摸摸吸摸摸 覺得說這個可能是 木頭做的 然後也有可能是玻璃做的 或者是大理石的 這些你都很有感觸 就是我們的觸覺 摸的觸覺 然後再來 舌 身 還有一個嗅覺啦 這邊有個嗅覺 聞到味道 其實蠻多人應該有這樣的經驗就是 我走到某些地方 你會覺得好像有一種香香的感覺 可是你左顧右盼就是沒有其他人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那個根本就不是 什麼誰噴香水 而是有些人常常會講說 你可能會有神明經過 你可能有些花果香的味道 然後或者是就是有個能量的味道 那香香的也有 那自然你去一些不乾淨的地方 你可能也會聞到那種惡臭味 那這種其實就是我們的嗅覺 非常發達的人 好 再來是意 最後一個意 意是那個意念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第一個念頭 第一個想法 我們的起心動念都來自這個意 那為什麼我們要由下往上開發呢 好 我們會知道說 這個其實跟我們小baby 投到我們這個地球 這個世界來是一樣的道理 小baby剛刮刮落地 爸爸媽媽抱著他 他可以從他的觸覺開始開發 然後他的觸覺就有被環繞著 然後開始學趴 那個在地上爬來爬去 然後慢慢的他會學習語言溝通 然後聽力 然後再來大腦的部分 他會建構他的世界觀 從我們的視覺看到大地 大世界 然後會去規劃這些東西 那這就是由下往上開發 所以我們內觀能力也是可以訓練的 一樣是從下往上開發 所以第一次來到我這裡的人 很多人都很緊張說 老師我會不會看不到 那其實看得到看不到這件事情 其實是你自己先給自己貼標籤 你認為你看不到 或是你沒有自信你看得到 那也或者是我會問他說 你願不願意學習 如果你願意學習我願意教 那你要不要跟 我會把方法教給你 那通常來到這邊的客人 他都會發現他隨著每一次的前來 他的內觀的速度會變得比較快 所以如果是要問一些事情 用原成功的方法的話 他可能會來不止一次嗎 如果說他要把他拿來做問事的話 可能就會來不止一次啦 那如果說像能量上的調整的話 通常都大概是早期啦 早期我們傳統宮裡面是 21、49、108 其實我小時候就TT了 我就是不相信星座學啊 不相信什麼 不相信算命 我自己的人就是這樣 那我是不是就很難進入你剛想的 也許我一開始就會跟自己貼標籤 我看不到我應該看不到 因為我從頭到我都不相信 所以我就看不到 會不會這個狀況呢 其實很妙的是說 因為在我這邊 任何的宗教的人 其實都會來我這裡 其實一貫道 然後天主教、基督教 然後日聯正宗、佛教、道教都有 那其實來到的人 每個人他心裡都有個信仰 他都有他的神 那每個神來到這裡 最歡喜的就是他能夠跟他的神相遇 那 像基督教還有那種 佛教有一些他就是一個光 因為他是信仰 信奉的是一個精神 他也許是不具象的 就是那個形象可能不具象 可是他會很有感覺那個能量的溫度 或者是說 有人說聖靈充滿也好 拔喜的感覺也好 他就會哭泣 或者是他就會歡喜 好 那這在我們的裡面經常會 還蠻遇到的 就是留下靈魂的眼淚 因為我們在教會的時候 有些 有些朋友他們有真的講說 他們有聖靈的感覺 可是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我不曾有過 對 所以我就很好奇 你剛講的 來到這邊 跟你諮商過之後 也許他自己就會有充滿聖靈的感覺 如果是基督徒的話 是是 那這樣子我就會蠻好奇的 那 為什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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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只是一個介紹 或者是我只是一個協助者 協助他去跟神更接近 當然人會來到這裡 當然都是因為他覺得他的生命歷程 可能 已經到了谷底 他才會想要來找我 人在關係的時候 通常都不會想到我 對 那來到這裡 所以當我協助他跟他的聖靈充滿也好 或是讓他跟他的主神相遇的時候 他可以重新找回他的力量 所以如果說 呃 身心靈有些創傷的話 嗯 他來這邊 就是可以得到療癒嗎 是 對 那我最主要的功能其實是 協助他 去激發他自己的自體療癒 就是自己的療癒能力啦 一個人他其實都具備有自己療癒自己的功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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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